第二天 家人朋友们我受伤了 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 练了快30年了 还没有享受过救护车的待遇 但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午训练在跳海苗坑的时候 我需要跳向前翻腾四周虚体的动作 翻到第三周半的时候 人就散开了 当时翻腾在空中的时候 我就想到歪了歪了 但是我还想到做最后一些挣扎的 那没办法控制不住了 因为在空中能调整的范围非常小 那等到头扎下去那一下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自己要死掉了 脸先落到海面坑这个地方 然后就把脖子也撑到 其实在散开那一刹那 自己也想了很多挽救的方法 但时间是太短了 没有办法去做任何补救 就直接这么下去了 那为什么会松开呢 就是这个起跳其实起得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还是想坚持坐一下 那没想到你在空中的时候呢 就有点抱不住腿了 因为我们空中转速很大 那你撸不住了 你就没有办法被迫打开 然后就造成了这样子的伤害 那当时呢我人就晕过去了 然后是被队友什么救上来的 那我现在就躺在寄生室里面 那前面医生已经做过了一些常规检查 那还需要做一个CT 来进一步确认我的颈椎有什么问题 然后才安排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样的 那现在的感觉呢是越来越疼 因为刚受伤的时候呢 就马上拿冰敷了 那冰镇了它的话就疼疼感 我也没有那么重 现在就缓过劲来了 疼疼感的话会越来越重 如果一到十来形容的话 现在到七到八的程度吧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至少还能躺着跟大家说话 只是备战安慰会呢 需要再缓一下吧